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科学的所有智慧都容纳在了这三个要素当中 三要素囊括了人类几千年所有的智慧 因为这是宇宙一切的真相 是所有奥秘中的核心奥秘 今天小万就聊一聊这宇宙三要素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体会 能量是构成宇宙的三要素之一 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能量贯通一切 除意识和结构以外的一切都是能量 恒星 行星 高山 河流 树木 石头 物体 人体等等 都是能量的集合体 分子 原子 电子 光子 核子等等 也是能量的集合体 我们眼 耳 舌 鼻 身 感受到的一切都是能量的体现 事物的成住坏空 生命的生老病死都是能量转化的体现 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 所有的反物质也是能量 所以能量的定义是 凡依附在某种结构上 呈现其结构特征的物质和反物质 叫能量 能量是保持事物和生命存在状态 即变化的能力 宇宙的总能量为零 所以能量分正能量和负能量 正负之和为零 这符合太极原理 也符合包括宏观天体 和微观基本粒子的运动原理 能量是中性的 神佛仙人使用的能量 与妖魔鬼怪使用的能量 没有多大区别 能量分正能量和负能量 正能量和负能量是等价的 促使事物和生命 生成发展的能量为正能量 导致事物和生命 消亡演化的能量为负能量 任何一种能量 只要它促使事物生成变化 和生命的呈现变化 就是正能量 任何一种能量 只要它导致事物消失 演化和生命状态的消失 就是负能量 同样是热能 它促使植物生长 它就是正能量 如果它导致了植物的消亡 它就变成了负能量 光能 风能 水能 热能 电能 磁能 场能 原子能 生物能 机械能等等 是物质能量 意识形态四为法力 观念 心念 爱恨情仇 美仇刺激 图像 心象 艺术 音乐等等的作用力 就是反物质能量 或者说 反对物质发生作用的能量 叫做物质能量 反对精神和心灵发生作用的能量 叫做反物质能量 所以能量可分为 物质能量 精神能量 心灵能量 三类 不论哪一种能量 如果它还没有发挥作用 它就是势能 一旦开始发挥作用 它就是动能 比如金钱 当我们把它存放在银行里 它具有的就是势能 我们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购买东西 它就变成了动能 权力也是一种能量 传统科学研究的能量 主要局限在物理领域 探讨和解释的都是物质能量 作为生命禅院 我们不仅仅要看到物质能量 对人生和生命的作用 更要知晓反物质能量 对人生和生命的巨大作用 传统科学对能量的亮度是 作用力和作用距离的成绩 传统科学对能量的定义是 导致物质系统从一种状态 到另一种状态的因素 从物理的角度讲 传统科学的解释是正确的 但从生命的角度讲 传统科学的解释是不完善的 可以这么说 传统科学对能量的解释属于 狭义能量论 生命禅院对能量的阐释属于 广义能量论 能量是能转化的 能量只有通过转化 才能发挥动能作用 不能转化的能量 只有弑能价值 能量越大 生命活力越强 抵御灾害和困苦的能力越强 缺乏能量 生命就会萎缩 就会走向死亡 作为人 要想活得好 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支撑 作为生命 要想完成升华 也必须要吸收充足的能量 缺乏能量 一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 难以实现 所以吸收和转化能量 是人生重要的课题 更是生命从低层空间 向高层空间演化的 主要因素之一 一个人要想尽力 旺盛充满活力 一要不断吸收能量 二要防止能量的流失 能量只有物质能量 和精神能量 所以通过吃喝 吸收食物中的物质能量 通过学习知识 开启智慧 向往美好未来 吸收精神能量 物质能量匮乏 人就会四肢无力 疲倦萎靡 活力不足 疾病缠身 精神能量匮乏 人就会信心不足 缺乏远大理想 冷漠哭泣 忐忑安逸 过度的劳累 混乱无序的生活 争吵争斗 疾病灾害 不和谐的人际关系 贪婪等等 会导致自身能量的流失 而和谐有序的生活 能保持能量的长期存在 人生需要的首要能量 是物质能量 在商品社会里 物质能量集中 体现在金钱货币上 有了金钱货币 人生所需的 一些物质条件 都可以具备满足 所以人一生 不要忽视了 金钱货币的 获取累积 这个基本的条件不满足 其他都是空中楼阁 人活人间 要是人间阴火 没有物质能量 光靠精神能量 是无法生存的 即使能生存 也活不出尊严和自由 靠施舍生活的人 是没有人格尊严的 只能被动可怜的活着 至于如何获取物质能量 获取多少 这取决于人的境界和能力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人生需要的次要能量 是精神能量 精神能量 可以通过树立远大理想 可以通过吸收圣贤的智慧 结交之音朋友 等渠道获取 生命需要的主要能量 是心灵能量 生命是不需要物质能量的 金钱货币对生命 一钱不值 生命是有灵性的 一种反物质结构 是不死的 是轮回的 生命的成长延续 靠心灵能量 心灵能量 来自于反物质 高层生命空间的 生命的心灵能量 主要来自敬畏上帝 敬畏生命 敬畏大自然 走上帝的道 来自于爱 来自于情 来自于性 来自于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来自于娱乐 第一层生命空间 心灵能量 主要来自于 我值和爱惜自己 来自于恨 嫉妒 愤怒 来自于贪欲 竞争 对抗 战斗 能量能维持生命的状态 能给予生命旺盛的活力 使生命呈现出最旺盛的状态 能促使生命的繁衍生息 但能量不会使生命发生质的变化 所以 一个想早日去天国生活的人 重点要放在意识的完善 结构的完美化上 而不是吸收和积蓄能量上 因为生命的品质 是靠意识和结构体现的 而不是靠能量体现的 牧师 修女 和尚 尼姑银行里没有存款 但他们生命的品质 不仅不列于百万富翁 更优于世俗社会的 绝大多数物质能量的拥有者 要吸收能量 要集聚能量 同时要学会释放能量 仅仅吸收和集聚能量是自私的 能量吸收和集聚的过多 会伤害人体 也会伤害生命 不信的话 多吃十个馒头试试看 给适合220副电压的灯泡输入 350副电压试试看 双赢的法门之一 是让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能量 让人分享自己的能量 不仅不会导致自身能量的流失 反而会增加能量 双赢的法门之二 是释放自己爱的能量 爱的能量释放的越多 自身获得的能量会增多 越是保守自私 不仅保不住爱的能量 反而会极大的损失自身爱的能量 相互的关心 尊敬 互助 爱恋 都是能量双赢的法门 战场 商场 官场 情场上演绎的一切 都是为了争夺能量 除能量双赢法门外人 和人类社会的主要活动 都是在争夺能量 争夺的是物质能量 精神能量 和心灵能量 战争主要争夺的是物质能量 争吵主要争夺的是精神能量 宗教性质的相互制压 主要争夺的是心灵能量 物质能量的强弱大小 主要显现在外表上 一株植物若能量大 它就长是良好 一个人若能量大 它说话的语气 展示的姿势 生活的方式与众不同 一个国家能量强 它的货币就能到处流通 它在国际事务中 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精神能量主要显现在内涵上 但若目击就显现出 巨大的精神能量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 主要表现在 它丰富的精神内涵上 甚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的人 精神能量强大 一往无前摆着不挠 不怕艰苦困难的人 其精神能量充足 心灵能量主要体现在 人体生物场中 一个心灵能量巨大的人 他的生物场 具有七彩的光圈 它是这样的 我们就会有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